徐佳穎覺得自己漂亮嗎 漂亮 漂亮 所以他覺得自己還好 的意思 就是啦 就是 不過很多人說你這次變得超美的 而且你有另外一種自己獨特的美感 能學 徐佳穎覺得自己的歌喉滿意嗎 不滿意 表示他覺得自己的歌喉非常地 非常棒 好 再來徐佳穎你的心專輯好聽嗎 不好聽 超難聽的 超難聽的 超難聽的最難聽的一張 真的有醒來最難聽 所以千萬不要去預購 對 要看人民都不要 請注意我們是言不由衷 好來 再來第四題 這樣算得好嗎 對啊 你愛不愛男友 十一囉 十一囉 三 二 一 欸 欸欸 你想發生什麼 喔 臭豆腐 來請上臭豆腐 我好奇臭豆腐到底能多臭 我們這個是十五級臭豆腐 聽說史上臭到慘絕人緩 會發生一個很浪臭 演不由衷 我等一下演不由衷 我演喔 吃完之後就 好香喔 好 謝謝 表情好潮濕 再追問一題 徐佳怡妳會先有後分嗎 沒有 沒有追問一題 沒有 我追佳一題 妳會先有後分嗎 這點吧 她的懲罰嗎 問到男友的問題的時候 會猶豫 因為我害羞 想說這題就跳過好了 所以平常我們跟男朋友 就是講一些我愛的包裝 妳還來 就是覺得專輯嗎 還是聊音樂啊 聊那個工作 欸 看著我的眼睛 剛剛說聖誕節有跟家人過 家人有包包 她很難用 妳還來 跟小愛就是抱在一起旋轉 是不是想要就是掀起一步風車 沒有想到今天會遇到她 就太一個開心 就跑過去 把她這樣抱起來 然後旋轉 然後她也是下個半死 然後我說欸 我居然就是 可以這樣子把妳抱得飛那麼高 我想說這應該也是一個 微微奇觀吧 然後我就請那個同事幫我拍下來 放在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那個 就是在抱她旋轉的時候 就有一種覺得 欸想到那個 那首歌裡面有一句歌詞 叫 願妳永遠懂得飛翔 那是我覺得很喜歡的一句 所以我就把它搭配那句話 放在我的臉書上 嗯 所以就此就再次見證自己 女力士這個稱號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她真的很輕 是不是她太輕了 不是我裝 感情啊 或者是在生活上啊什麼 就是沒有 曾經沒有好好珍惜的什麼的 事後都會覺得 嗯如果下次再遇到的時候 就要好好珍惜 所以現在都有好好珍惜了 盡量 就要不要再留意 等到我的臉書 上次有機會 然後又不會 怎麼獲到 感谢观看